又来到了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要带您了解的是客家新生代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客家呢 今天镜头要来到新竹县 客家文化发展协会 为了要推广客语 在这里是积极推动客家同师创作比赛 这种比赛就是要让小朋友 自己能够创作同师 同时自己要朗诵 也能够在这边发现 学习客语原来可以轻松地朗朗上口 手舞足道小朋友念客家诗 活泼又有趣 新风国小的客家同师班 在比赛场上战无不慎 除了学习有趣的客家同师之外 小朋友还自己创作客家诗 把生活经验客装文化融入其中 为了让小朋友更容易敬意 老师选瑞霞还教小朋友做动作 大声往送客家诗 除了可以了解客家风俗名情 建议各种礼语谚语 最重要的是可以用轻松愉快的方式 学习老祖宗的语言 至少他们的耳朵这个门是打开了 也许讲得不是那么的六 但是他有时候家人 阿公阿婆或阿台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耳朵一定是张开的 然后随口可能就应了那么一声 呼 嘿 这样很简单的 那么老人家听到以后就很开心 小朋友念客家诗 可以让客家话伸直心中 也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 所以很多小朋友乐在其中 新竹县新丰乡长徐茂干 积极推广客家同诗创作比赛 因为他认为唱山歌歌谣受限于歌声 不是每个人都敢开口大声唱 但是客家同诗反而能够朗朗上口 因为同诗更能展现我们小朋友 以及族群的一个语言的一个 散播的一个能力 我想推动客家同诗的比赛 也可以杂根在我们的基层 杂根在我们的基层的国小里面 小朋友念起客家诗 连表情都很生动 一举一动都融入了感情 因为他们很喜欢用念诗的方式认识客家 他很有趣 然后说起来有点朗朗上口的感觉 客家新生代学习用客语表达同诗 不但表现出同趣 也让客语推广向下杂根 同年同语念同诗 手足舞蹈牢记心中 生活点滴慢慢融合 老师心传的用心 在朗朗声中美机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